这个还是从最左边开始 在这个比较靠近这个亮面的位置 现在来里面局部的加入一些这个深蓝色 这个深蓝色主要是在靠近这个特别亮的这个面的这个位置来点 让它感觉到里面层次比较丰富 同时因为它是贴着这个浅色部分 让这个对比也明暗对比也一下子给拉开了 好然后到这不要给它一下子全部拉过来 中间稍微断一下 好把某些地方稍微强调一下就行了 好这些地方来强调一下 这个左边稍微来深一点点往右边刮几下 因为这个地方很实这个地方很虚 这样实和虚就都有了 然后再剩的这点点颜色就把背景一些既有这个造型 但是又不是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些地方 我们就用这个剩下的这点颜色给它点按上去就足够了 好 好 好现在我们继续用这个深蓝加深红 让深蓝稍微占多一点点 现在来这些树的这个细节 之前我们把这个底子 这个黄颜色的云已经就画好了 所以在这种底子已经画好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在上面去点这些冒出去的 深出去的这个树的这个树叶之类的东西 好这些也有一些小的树叶 我们就在边边稍微点按一下 就可以了 好继续用这个深蓝加深红 现在到这个顶端 有些地方我们之前是让它这个颜色比较单一 好现在我在里面再加入一些冷色 这样冷暖进去了 同时这个树它的这个形状 我们又进一步的给它更加细化了 好然后露出来的这个天空部分 给它仍然露空 三不盖 � 诚 谢谢观看